如何放映投影片 假设这一份简报 所有的资料已经输入完了 就是已经做好了 要准备放给大家看 就是放给观众朋友们看 那我们首先先将滑鼠指标移到第一张slide 因为我们要从第一张slide一直显示到最后一张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先把第一张给select起来 select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选择 就是把滑鼠指标移到这个slideshowbutton 在这个slideshowbutton我们按一下滑鼠 它就会一张一张的显示给观众朋友们看 这个就是投影片的显示方式 那我们如果要往下一张看的话 我们按一下滑鼠 它就会显示文字 因为文字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设定 就是你要每一次按一下滑鼠 它才会显示下一个文字 或者下一个图片 或者是下一张slide 大家显示完所有的文字之后 它会一张一张的slide显示完 那如果我们要在中途退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按键盘的escape key 它就会退回到我们的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如何放显投影片给观众朋友们看的方法